早上欢迎大家收看每次的视频 我是张浩 在明天视频里面我们花来走进The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Binghamton University,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这是Binghamton大学的管理学院,纽约州立大学的分校之一 在2022年美国的百姓的山河和管理学名校排行榜中的Bingham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anagement并列排到了第84名的位置 同时跟他并列的是曾经我十几年前的母校Temple University,Richard J. Fox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就是天埔大学的福格斯商圈以及大家所熟知的Syracus University雪城大学的School of Management,Women's School of Management 雪城大学的Whitman的管理学院 其实我在录这期视频的时候感慨颇多呀,感慨颇多 我知道大家很多的留学生都在看,或者留学生的家长都在看 综合排名,或者商学院排名,或者这个排名,或者那个排名 其实我有着老说这句话,我从来不抵制这些排名 就是说我不是说宗排没有用,也不是说这些管理学校排名没有用 但是大家认识到教育真正的意义是给你的孩子学习到技能 这事就跟结婚一样,你找个白富美,他性格不好 性格才是真正两个人能够一起走下去一个长远的一个最基础的铺垫 而表面的一时的白富美,或者表面一时的青春都是会逝去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吧,那怎么着,难不成您家女儿 您想,哎呀,可算够的是一个男人了,够到上了以后这男的怎么着 四十岁再换一个老婆,搞得七里子散,家破人亡 还是说怎么着,你是一个男的,你想,哎呀,反正大爷我三十岁玩一个,五十岁再玩一个 反正我有低保,这就不是健康的婚姻,对吧 这都是我们,所以就其实说大学排名上也是有很多类似点的 大学的排名只是这一年,这今年一年,或者这几年的曾经的青春 这几年的一个排名,我看到这所大学的时候,我颇有感触 就Binghampton University,在我的记录里面 2022年,美国的百层的商科和管理学名校排行榜中的 这所大学排到84名,它跟雪中大学是并列的 它跟Temple University也是并列的,这是2022年 2023年,这所大学就已经没有排名了 US News直接给了它了100,给它一个区间 就100名开外的排名,就没有给具体排名了 直接给了它一个区间,给它的区间是100到130名之间 102到134名之间的一个商卷 所以这种商卷在2023年可以排到102名 也可以排到134名,它给了一个区间 因为100名以后基本就懒得排了,没有太多的必要性 那你说,如果2022年你看着这个大学的排名 去了84名所谓的,今年一看排名134名了 你哪哭去啊,你哪说你去啊 包括雪中大学也是 雪中大学跟它并列排到了84名的位置 但是今年呢,2022年是排了84名 一直雪中大学,其实women一直做的就是 对吧,我就点到为止 但是2023年,雪中大学的排名 管理学women一下提上来了 我当时我在读视频之前,我看了点这个雪中大学 雪中大学应该是排到了50多名 我给大家具体的,我们准确一点,我给大家具体看一看它排了多少名 就真的是让人就是颇有感触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事情,你看今年排到57名了 Biton School 就是上学院 所以你说这事从84名一下跳到了57名 30名的一个飞跃 所以说这个排名这个东西只是这个大学这一年的青春 这一年的辉煌或者这一年的改变 真正你拿到手的这个留学教育是一个 你是学习技能学 今天开头跟大家说了几分钟的废话 或者说是说了几分钟的感触 我相信也是给很多人其实换位思考一下这件事情 到底我们在寻找什么 到底我们在留学中应该怎么教育留学生 或者说留学中真正在 what they are really looking for 就是他们真正在寻找什么 对吧 那么今天的Binhampton University 它作为纽约州立的分校之一 大家知道纽约州立对吧 SUNY i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纽约州立是全美国最大的联盟的州立大学的系统 为什么 到底可以见了 因为它是纽约州立 那为什么是纽约州立 不是因为纽约牛或者怎么样 那家族也不弱对吧 那是因为人多 所以有很多的分校 大家知道纽约州立有多少所分校 很多人一听纽约州立想起来 在商学院里面 啊那个那个那个 水流程分校 Buffalo University of Buffalo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水流程分校 是吧 或者有人把它翻译成不法罗分校 是不是是不是纽约州立之一 是 其实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 实习分校 Story Walk也是纽约州立之一 那有人觉得 有些学生在实习还觉得 哎呀 很牛 因为实习出了一个 出了一个这个中国伟大的一个 对吧 人物 但是实习分校也是纽约州立之一 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的是 赫赫有名的康尔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它有三个学院 也是在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下面的 我还可以给大家查证一下这件事情 啊 哦不是 对 三个 Undergradual College 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Life Science 是三作为纽约 是作为 康尔尔大学的三个在纽约州立大学系统下面的 人都是一家人 说白了 就是纽约大学 它这是教育资源的一个整合 可是纽约州立有多少所分校呢 64 64所分校 大吗 看64所分校 在今天的视频稍后呢 我会给大家看这64所的分校所在的地理位置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一块走进了这所大学的管理学院 就是Bithamton University的School of Management 如果我们看到 看到Buffalo呢 那边你会发现很有意思 今天Buffalo也是School of Management 然后你看Syracus Syracus也是School of Management 我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管理学院 但是Bithamton 其实它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的话 纽约州立的历史很长 我在这期视频里面 就不跟大家过多来讲历史 毕竟我们历史都是过去的事情 它历史再牛 它今天如果做的不好 那你上的是今天的学 或者说它今天也许做的没那么好 但这个大学如果课程开设的教育的能力 有所提升的话 它的未来的排名就一定会上来的 对吧 所以今天呢 我就带大家一块来走进 这个Bithamton University的School of Management 我们一块来看看这所大学 开设的本科的专业 研究生的专业 以及它的就业的能力 它的会计学还是很强的 包括纽约州立大学的 这64个分校的所在位置 以及我们一块来看看 我给大家考证了 Cornet University 里面有三个学院的本科 也是跟纽约州立进行合作的 OK 好吧 然后把屏幕切给大家 大家现在看的呢 就是人生哪能少点绿呢 对吧 美国大学商学院里面 有三种比较常见的用的颜色 那么第一种呢 就是最多的 就是蓝色 就我这种蓝 和黄色 或者就纯蓝色 你比如说纯蓝色的话 就像 Brigam Young University的 Maria School of Business 从名叫School of Management 对吧 包括像 Rice University 莱斯的大学的 那个Jules 那个School of Management 也是蓝色的 包括你看 很多都是蓝色 蓝色很普遍 包括加州 很多的大学的蓝色 但黄色的 对吧 那很多东部的大学 是红色的 对吧 太多了 我就不一一举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看到这所大学 绿色 绿色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普遍的 在商圈和管理学院里面 所有的颜色 没那么普遍 但是也是有很多所大学 都是使用这个颜色的 比如说有名的 像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那就进去以后 真的是一片绿 米西根州立大学 怎么看 在哪看都是绿色的色调 包括Buffington College 对吧 包括 Tulin University 东南大学 所以我就不一一点了 所以说大家看得没有 我对美国大学 商圈管理学院 这件事 对吧 我已经研究到 哪个颜色 我就记住了 就是太多了 每天都在干那种 只在这么一个 小小的领域里面 不断的在 磨这点事 熬这点事 自然就慢慢的 就都了解了 好吧 我们快看看这个绿色 人生哪 哪能少点绿呢 对不对 Welcome to the School Manager 欢迎来到我们的管理学院 Entergraduate Program 本科的学弟 开了County BS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也是BS 就是Battle of Science 的Degrade 就是理学 本科的这个 理学学士的这个学位 这是会计学 这是商业 商业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或者工厂管理 它里面有分支的 我们接下来一会儿看 Accounting 在研究生级别 会计学院 MBA和Management PhD OK 这所大学 作为管理学院 在美国100多所大学里面 算顶尖的吗 不算 因为今年已经排到100多名了 那么去年排到84名 也没有太靠前 但是如果横向纵观美国的 所有的商卷 将近有487所 在SSB 或者468所 我具体忘了多少所 反正将近小500所 SSB的商卷里面的话 那么这已经是top 20%了 前20%的商卷了 你要这么就这个问题 就看你的看这个问题的 广度和宽度了 对吧 27thest Undergraduate Business School PMQ给出了 本科第二期评的排名 这个给的好像有点 但是这个会计学 他们这个学校的会计学 确实做得很好 就是还是我开头视频 说这个问题 我们的学生到底是干什么去了 是看棕牌去了 是看商卷排名去了 还是学习技能去了 如果你要是学习技能去了 你是学习会计学的话 那么这个商学院的会计学 是不错的 因为它有一个PWC的 在学校里面的一个项目 一会看到那个地方就知道了 所以它的就业率是很稳定的 Top 4 Top Valuable Business School PMQ也是 比较有价 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大学 排第四 Best Private Integrated Business School 然后前十的公立的 本科的商学 你看PMQ给它的排名 真的很高啊 这几个高的都是PMQ给的 OK 然后我们一会看 我们先从本科开始看 County BS 你看这个BS 我们接下来看 它有联合这个项 它有一个分支 你看看见没有 PWC的Scholar Programs PWC是会计的四大的事务所之一 那么很多的学生 其实留学生 他留学 他学会计 他其实笨的 就是进四大去了 所以说 一个他 一个包括UiUC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ding Champion 也是同样道理 他那个Deloy 那边是Deloy 在那边一直弄了一个东西 我看看这个 Program Overview Banding University Canning Program Papered Students for Successful Career Consistently Ranked One of the Best Public Business Schools in the nation 是为了学生的成功 而职业上的成功 而不断的在努力的 Consistently Ranked One of the Best Public Business Schools in the nation 不断的持续都是全美顶尖的管理学员之一 然后Score Managed Insurance Stand and Learned Self Skills 这个管理学员保重了学生要学管性的技能 就是Slayer Sherman Communication 带领力和交流权 And Technical Skills 和进行的 或者职业性技能 needed to navigate the accounting industry 然后这句话最重要的 Banding University is a leading source for new hires at the big four accounting forums EYPBC Deloitte and KPMG Bit Hampton 这个Bit Hampton大学 是作为Leaning的 作为一个主要的 四大雇佣人才的 雇佣学生的一个 雇佣的渠道吧 Source OK 巴鲁巴鲁巴鲁 就说了一堆 这是本科的就不说了 本科都基础型的这些 这些 专业这都是千篇一律的 好吧 本科嘛 本来就是个基础教育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 本科这个 就是PWC这个项 The School of Management Scholar Program Sponsors the Pricewaterhouse Corporate 这个PWC 看有没有简称 这是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 你可以看到这边 还是有些亚裔的面孔的 对吧 你看亚裔多努力啊 最好的位置坐在大中间了 对吧 For students of exceptional merit Students are selected strong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accurate curriculum accomplishments 这个是进取 在这个大学录取的时候 就开始选择这些学生了 你看 Freshmen who selected into the program are notifying following their acceptance to Binghamton University School Management 就是你进入这个学生 从被这个大学 被这个项目录取 被这个大学录取 selected 就是已经在录取 这个Binghamton University的时候 管理学员的时候 就已经被通知了 他能不能进入这个PFC的项目 对吧 一旦进了这个项目 基本上我觉得 因为我也不是这儿的学生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进了这个项目 你的这个四大PFC怎么着 你就你就算看不上PFC 你想去Deloyal或者KB&G 没有好比坏值四大 我觉得 我的意思就是你至少 对吧 你这个基础是在这儿的 你了解这四大怎么样 而且这个项目还不错 你看international trip 还给你一个international的trip 就是国际的旅行的项目 对吧 两天 什么两天 10 days 10天 看着TEN 看着都TW了 老眼昏化了 10天 我就说两天是去干嘛去了 我的天 飞过去时差 然后飞回来 然后去过西班牙 日本 意大利 South Africa 南非 包括中国 对吧 有很多的项目 对吧 PFC的人 Federal Credit Union 什么Termos 包括 Suffer Wizard 达二的时候 再去PFC去看看 你看PFC Office New York City 在纽约城市中心的 对吧 Case Copy 101 Advisor Mentors 所以说基本上 就是你如果进了这个项目 多多少少能给你 你能墨迹进去 四大 基本上 所以说你看到 你看到就是还是那句话 What we are looking for 我们到底在找什么 真正是一个虚无缥缈的 排名吗 一个第三方 第三方给出 以意见为主导 一个排名吗 还是你真正 跟随你一辈子的 Skills 技能 A lot of things we need to think about 很多事情 真的是 刘学生很多只是关注于排名排名 很多事情我们就值得思考 也就到底何解呢 我看了几百所上卷 几千个项目 估计都有 好几千了 大几千的项目了 一期期视频 光视频就录了 将近快500期了吧 我没数过 快500期了 还有些删掉了之前 就最早录了 然后就实观 我估计500多期了 前50的商学院的快据下午 有几个比这个做的好 人者见人知者见知 这个地方 你看这亚裔 中国人 刘学生还挺多 你看他做的都是C位 正中央 挺好 努力学习 很好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这是BS 就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SBA的学历 就是本科通 是一般商科所给的 学士学位 OK 然后这里面很好的是 它有分支 你看它有 它有多少个分支 1 2 3 4 5 6 7 8 有八个分支 没数错吧 哎呀超了数字5的话 我得用计算器了 我的天 1 2 3 4 5 6 7 8 对 它里面有几个分支 是挺有意思的 本科一般 其他的商业 并没有开设的 首先本科一般商业 开的就不多 包括管理 何况这还是管理学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你看他开了 Business Analytics 商业分析 这是很多一般 在本科看不见的 Consulting Leadership 咨询 一般也是不常见的 Leadership就比较顺 咨询 这有意思 这些Entrepreneurship 企业家 这些Finance 是商科斯大技术领域之一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MIS 这种不用说的Marketing 然后这 Quality Finance 量化 或者说是 对 就是 硬非常硬核的金融 量化金融学 在这 Consulting Management 公文链管理 所以这个项目 和Business Analytics 这两个 是比较有特色的项目 一般我们在管理学院里面 或者商学里面 是看不见的 这些都是同时的课程 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我们看看这些 Concentration Business Standard Entrepreneurship Finance Leadership Consoling 等等 一个好的 我们放开排名物 说一个好的商界 或者管理学院 它的本科教育 它是要有延展性 和深度的 也就是说 它是要在于 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 其实越是 Safe 就越具体 Concentrate 就是在某一个领域里面关注 这个对学生的长远的 商科的基础的发展 是很有建设性的 就是在本科基础里面的能力的 而不是说大国主角 所有学生都一样的 有专业 它每个大学在这里面 开拓的理念 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看看这个 Business Analytics 商业分析 看Sparship Modeling and Decision Making 什么是商业分析 Sparship 很多人用以下表格 然后再做出决策 Essential Programming 包括一些 编程的一些语言 包括SQL SQL SQL 包括C++ Java 等等的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Analytics 商业的情报和分析 包括Electives Elective里面就按照 你自己的所感兴趣的领域 你看MKTG 对吧 一般美国最通识的客户 大码 市场学的大码 Cosumer Analytics 这是分析消费者的 Data Driven 是数据主导的Marketing 数据带领的市场营销 Social Media MKTG Marketing Analytics 社交媒体的数据分析 对吧 然后到这儿 你看BN栏 MX 叫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叫信息化管理系统里面的 IT的 你看这Web 对吧 Web Minds 网页挖掘 包括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 然后MKTG 又回到了Marketing Big Data 然后还有 或者在供应链里面应用 这可能有点挡住了 这有点挡住 Spring Chain 供应链里面的 包括Management Healthcare Operations 所以说 它的分支的领域和应用 你可以在选修课程里面 也是比较全面的 说明这个大学 They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他们知道 他们自己应该怎么教学 不错 Coin Finance 量化金融 这个在本科开的 真的是少见 这个 这个是 这个真的有点卷 这本科 这本科开的 这个真的有点卷 Defensiating Calculating Integral Calculates 数学的一些科 Infinity Series 我都不懂 Linear Adjuvant Investment Detrivatives 这两个 投资 衍生品 等等 Copper Finance Initial System 有志者 施敬成 对吧 你要在这周历 你这从这毕业了 Coin Finance 你要成绩好的话 你要研究生 是个NYU的Star 纽约达觉得 斯登上卷也差不多 对吧 加油吧 这个项目也不错 这个量化金融的 然后到 你看没开几个吧 本科就那个 一个综合性学历 一个快递学 然后到研究生 Caling又是快递学 你看这可能是参观PWC了 你看又是亚裔 这个学校应该 好像感觉亚裔不少 School Management Gradual Program 然后你看 会计学是就业 是非常稳定的 尤其在研究之中 其实会计学是一个非常 就是循环的一个 因为这是刚循 你有公司就要报税 有报税就有人查你税 有查税 你就要几月税 对吧 所以无非就是几件事 Cover County公司的报税 Agenting审计 然后Taxation税收 然后这个大学的会计学 还是挺有名的 从各个地方 虽然排名上 我没看到有什么显示 但从各个地方 你从这个大学的本科 跟PWC的关系 包括你看研究生 各个地方能感觉到 这个大学的会计学校 做得很用心 所以说在90%以上的学生 在毕业之前 研究生毕业之前 就已经拿到了 offer 就是工作 非常好 对吧 里面所 Cunning 里面所涉及到 比如说 Data Analysis Virtualization 就是可视化 教的学生 这些都Tableau说吧 Programs such a pass on our 然后Blockchain 去一链 Sepered Securities Fone 安全 Decision Making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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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SSB里面还专门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Counting的会计学的分支的ASB只有这两个一个是SSB一个商务券或者管理学员的一个认证还有一个SSB专门一个会计学的认证很多大学是SSB的商务券或者管理学员认证的但它不是会计学的 但它这个是Counting Separate你看它有额外的一个SSB的Counting认证说明这个学校的Counting项目教的质量确实不是一般的质量高 Counting Accreditations快递就有单独的认证 你看他说了就算你看本身拿到SSB就已经很难了对于商务券或者管理学员来说你想美国有几千所商务券 能拿到能拿到全球全而是全球多少所商务券能拿到SSB的已经是非常少了 而且在能拿到SSB的这些商务券或者管理学员里面 不到四分之一也就第一四分之一的学校还能拿到一个会计学的额外的一个认证 说明会计学的质量在这 Our one year 32 credits MS Accounting doesn't graduate with accounting majors stune in necessary 150个学分CPA 那么这个大学是作为纽约州里它是哪个州的 它是纽约州的 所以你考了资质可以考纽约的CPA的资质 你可以毕业以后在纽约进行工作 其实说完了来个大学你要学会议学 你就是班长毕业以后你可以在纽约工作 你说纽约工作会议工作好找吗 好找这是刚需 你说我是中国人 华人好找那么多中国企业要报税呢 对吗 那很多老一代移民他不会讲英语 那就会简单的 好而言各的好而言那几句英语 那你说他们的报税 中国中的那些餐厅 餐厅各大的华人的律师事务所乱七八糟一堆事情 刚需啊 这个是会议学是刚需 很多在纽约州里上学的学生是有些小心思的 我就不点透了 反正他们就是对吧 还是想留在这的很多人 Tax Concentration 你看他们有个税收的分支 B&M University Tax Concentration 它有专门一个分支 在这个地方其实有问题 他会议学里面有三个主要领域 他只开了一个concentration 那auditing审计呢 或者Colbert County 很多我们看到很多项目 他同时有Colbert County 或者是auditing审计 他那边给了一个Tax Concentration 税收类的分路点 Federal Tax或者联邦的税啊 包括是State Tax 周地税等等 我这有学了International Tax 国际税 对对对 有缘吗 毕竟大城市国际化 我没讽刺他 我说的是交的是 我是在讽刺我自己 我没想到纽约这个地方 国际税收还是很大的一个话题 我都没意识到 MBA工商管理的硕士 一个商务院一个能力 主要是看他的MBA交涉的课程 包括他的就业的平均工资 很遗憾 我没找到这个学校 他没有公布 那是不是心里 心里有点不自信或者怎么样 反正我没找到他MBA的 可能也许是我没找到 反正我没找到 反正至少不那么明显 我没找到他的MBA的 平均的就业工资是怎么样 看MBA项目看的挺多的 有一个就是传统的 就是Available Student Alguided Major 四就是两年的四学期的MBA 像一年一年 这个是No Business Major 非上科本科背景的 和商学院的学生 包括你看 我就觉得这些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 Albert这个 其实这就是这个大学的 就这个大学原来的前身 如果大家看历史的话 大家都知道 Management MBA你看他 我一直觉得就这些 就是四加一的项目 作为MBA 一般都要求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这种本科直接上了四加一的项目的MBA 我一直都觉得 我这我自己观点 我一直觉得太水 或者说是影影响大学的整体的排名 真的 因为MBA是你要在里面分享 在上课过程 你要分享你的工作经验 叫结婚的工作经验 成为管理系统人材 你一个刚本科毕业的孩子 你去读MBA 你能分享个什么 这边有class profile吗 我也没看见有class profile 就录取的学生 录取的学生 就是背景情况 也没有显示 但你看很多顶尖的 比如前30前50上院 MBA至少学生平均工作经验 工作年龄都是五年以上 但是我也理解 他开玩笑 64所州立跟他竞争了 你别说除了州立以外 旁边的NYU Columbia Fordem 哪个不是虎视眈眈 Cyracus Universal Chess 那么多呢 对吧 那么纽约州里面 纽约州这州里面有多少所大学 Cornel 哪个不是 哪个不是不跟他竞争了 对吧 BLABLABLA 核心的可能 非常中规中距的一个MBA的 像一年制的 你看 student without Endergraded degrees 就是本科非常科 或者快递学背景的 这种的 就是教的比较基础 或者其实就管理学 你看sport courses 教你什么是finance 金融学 Leadership Consulting 管理与资讯 Subvention Management 供应链 MI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包括是Marketing 市场 是BinsA 然后这个是针对本科 是上科的 你看 One year for 本科是上科专业的学生 他会教你一些可能各家男的 上科里面应用 比如战略学啊 国际战略啊等等 教的策略点不一样 然后估计这个一年 也就是你看到两年的那种 Fore semester 虽然两年制的MBA估计就是非本科内的第一年上的就是两年的第一年 然后本科是上科的上的就是两年MBA的第二年 很多商业是这么搞的 很多商业是这样的 两年制的就比较传统的 看他开始什么课程 Count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Financ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你看他的MBA嘛 就是每个领域都让你走一点进去 了解一点商业是怎么运转 运营学嘛 市场学 经济学 你看新计划管理 会计学 统计学 金融学 企业 Organizational 企业组织 行为学 商业交流 第二年战略性管理 非常重与重与 基本上90% 商业的MBA是怎么看的 他们就怎么看的 国际生 这国际生我觉得最离谱的是这儿 这儿居然有中文 这学校是有多少中国学生 这宣传片居然都有中文翻译 我的天 我看了也这个宣传片 因为版权问题 我不能给大家在这视频里面看 这个宣传片我看了一下 他是一个亚裔 他说他自己是中国人在讲的 OK 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是个诚实的学生 但是他的英语真的很好 而且我甚至听出来也很强的 有一点点纽约当地口音的 口音的 反正英语说的比我好 好吧 英语说的比我好 托福我感觉有110的水平 就这种水平 那你110的托福水平 你为什么 来了 我没懂 但是英语说的真好 他可能人选择不同的吧 人者兼职 知者兼职 让他英语说的真的很好 国际生 这学校国际生应该不少 PhD 他这有意思啊 Management PhD 把理学 Career Service也在这 就是一般在这 我找工资嘛 或者学生毕业的情况 我这也没找着 你看他没分误 一般也没 一般又会有一个地方叫做 一般有一个地方叫做Data 或者Outcomes 就是学生毕业的情况 我在这也没看见 没看见没看见吧 好吧 然后State University 它是在纽约州立系统之一的 大家看看 一共有64 campuses 一共纽约州里面64所分校 紫色有点像 也不能说叫技校 但是说是科技学 科技技术类的学校 但是跟中国那个技校 还是不一样 然后绿色是社区大学 大家可以看看在哪 知道没有 Binhampton 在这 稍有的几个蓝色 国际生 我接受的国际生 基本上不是在Binhampton的 就在Albany的 还有是在Buffalo的 Buffalo之前跟大家说过 对吧 布法罗分校 我不知道一般都叫水牛城分校 我不知道另外那个翻译中文怎么说的 University of Buffalo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它都是SUNY SUNY叫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纽约州立之一 看见没有 大家说康奈尔怎么会是在纽约州立之一的 康奈尔是顶尖的长春的名校 这个大哥 你看here Cornell University 康奈尔大学 这有三个undergraduate college在这儿 甚至我帮大家查了 我说我当时也一摸 我说康奈尔大学 我还打错了 is part of SUNY 然后你看 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life sciences is one of the thre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t Cornell that are also part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作为康奈尔大学的这个生命科学 包括这个农业什么的 三个本科的学员 本科的学员之一也是纽约州立的 他是New York State State Assistant College 是纽约州立 州立政府扶持的类的项目 反正 cornell是跟NY SUNY的system是很多的 其实 所以说大家不要老说 你上了纽约州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哎 你康奈尔的还有三个学员 这就是人家就是一个教育系统 好吧 咱们不要老是老是这个样子 对吧 这样不好 看看Binhampton University State University 看看那个典型的纽约州立 有没有发现跟哪个大学很像 跟Buffalo对吧 真的 Binhampton University 这个真的跟Buffalo一样 我给大家搜就知道 你看刚才 评幕切换 你看刚才看的那个 对吧 这是Buffalo University 你看我换成Buffalo了 看着建筑风格 跟刚才那个Binhampton 是不是基本上很像 典型的纽约州立大学的样子 你大家搜吧 什么Syracus 选中大学 都长得都一样 我再回到这张地图呢 大家知道NYC在哪吗 New York City在哪吗 New York City在这 New York City在哪 纽约州立是在这 什么纽约州立 纽约 New York City 纽约城市在这 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十七分校 十七分校 Stony Brook在这 Stony Brook也是主要的 对 我刚才少说 有Stony Brook Albany Buffalo和Binhampton 你 纽约 New York City在这 很多人说 我去纽约上学 或者很多中学 忽悠一些学生说 你去纽约上学了 哎 孩子们家长们 如果你要去了Buffalo 这 这跟纽约 New York City 差了将近六个小时距离 我当 我每次跟学校开玩笑 说 你要去了Buffalo 你还不用往上那走 去加拿大那边吃活玩乐呢 Albany 你何必来这儿呢 对吧 你何必来这儿呢 那旁边上面 就不加拿大的边界了 对吧 所以他离纽约 New York City 很远很远 这是为什么 很多学生在选择商学院 或管理学院 他会选择Forden Forden汉本大学 就在New York City里面 包括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 大家知道不知道 还有一个大学 纽约有两个 纽约州里面有两个重要的系统 一个叫做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 是纽约州 纽约市立的 这里面有一所很有名的大学 就是 Baroche Baroche的学院里面的 Zicklin的商学院 就在 就在New York 就在New York City里面 包括就是 SUN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这是两个系统 就跟加州是一样的 加州有一个叫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学 这是一个系统 还有一个是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州大学 所以 你看 大家看我这打字数 我写了三本英文的书了 肯定都念出来了 对吧 所以说 获人驾驶 对吧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加州大学是一个 包括加州州地大学是一个 这两个州都是非常大的 这两个州都是非常大 因为它在美国人口 最聚集的两个州里面 所以 所以都在看 怪不得它有这么多的分校 包括加州大学 也是有 加州大学里面有多少所分校呢 10个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有10个campuses 对吧 所以说 它里面 不管是纽约州立 纽约市立 加州州立 加州大学系统 因为它的人口聚集 它的经济发达 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分校 所以说 大家如果今天 我跟大家组结一下 看到这个 Bahampton University 很中规中规的一所管理学员 但是别忘了 它跟 实习分校 跟水灵城分校 都是在加州州 都是在纽约州立里面的 甚至它跟Cordial的 本科的三个学院 都是在纽约州立里面的 学生上学是以技能为主导 学习的是技能 他想要的是生长 和学习的环境 和未来毕业的就业环境 我经常跟很多的学生 在视频里面说这么一点 少一点歧视 少一点歧视 这一点在中国留学生 很多中国留学生那儿 特别不好 今天我进了一个30名排名的大学 大爷我就看不起 你个50名排名的大学 何必呢 何必呢 那你说跟他同校并排的 2022年并列的 雪虫大学 Cyracus 2022年排84名 2023年就排57名 一下跨越将近30名的排名 大学的排名只是一时间的 一时间的一个青春 在那一瞬间 这东西是很虚无缥缈 会进行变的 而真正在你身上学到的技能 那是跟你一辈子 所以说 本来就是个接受教育的过程 何必 谁交不去谁 何必呢 我听到很多的学生 就过来在我这跟我说 哎呦 我上的可是纽约的 什么什么大学啊 我是比如说 我是福德汉姆大学的 我这可不是州立大学 何必呢 福德汉姆排名多少 实习分校 出了那么著名的科学家 对吧 所以说 这只是一个受教育机会 64座分校 庞大的教育系统 在我看来 没所不一样了 奥巴马当年还受过 上过社区大学的 Occidental College 最后怎么样 人家成了President 美国总统了 这只是一个孩子 接受教育的过程 那么但是我还想说 就是命运是在你自己手里把握的 哎 你毕业了 你不管来自哪个大学毕业了 那你看这个大学 举例子 那么好的会计学的像 跟PWC的合作 你能参加吗 你为什么不参加 没有 在大学期间里面 是没有人过来 敲你的苏珊的门 求求你来 你来参加 在我们的PWC 没有 there's opportunity 这有机会 Go for it 你作为学生 应该去主动去 抓住他 大学是一个自主学习的过程 有机会 有的是基于 任何一所周立大学 在纽约系统里面的 庞大的教育系统 庞大的转学的 学分的交换系统 都能给你创造 无限的机会 那么能不能把握得住 就在你了 今天的84名 明天的100多名 后天说不定 在后年就变成 又变成了70多名了 You never know 你永远不会知道 把眼光 不要过多的 看在排名上 把眼光 过更多的 看在你所学的技能 和这个项目 本身的强度上面 如果你学会计学 这个在学校 Squad Manager 观点学院 不管是在本口 和研究中 我看的都是 极强的能力 好吧 那么以上呢 就是Binhampton University At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纽约州立大学 的Binhampton 的分校 我每周五 打着免费的咨询时间 大家如果想联系到 可以给我发表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 来接到我 P3C H&S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